大家好,我是小和 1993年4月11日 一对夫妻正在危险的大峡谷中徒步旅行 当他们停在悬崖边上休息的时候 丈夫突然转身,把妻子推下了悬崖 一切发生的如此出人意料 妻子甚至都没来得及尖叫 就坠入了大峡谷的身处 行凶的男子名叫鲍伯 坠崖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唐娜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鲍伯第一次谋杀妻子了 他的前两人妻子,包括一双儿女 全都惨死在了他的毒手之下 直白点讲,当鲍伯对妻子感到厌烦时 他的第一反应绝不是离婚,而是谋杀 鲍伯出生于1933年 高中时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南希 他们于1955年结婚 搬到科罗拉多州后,生下了一儿一女 这本该是一段十分平淡却幸福的婚姻 但结婚23年后,鲍伯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他厌烦17岁的儿子留着长发 在地下室里和朋友练习摇滚 厌烦15岁的女儿不停的换男友 鲍伯不喜欢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感到自己被困在一段无聊的 一眼看得到头的世界里 尽管妻子仍然很爱他,对他百依百顺 但鲍伯仍将眼光投向了公司里 年轻的女同事沙伦 沙伦和妻子南希有很多不同 沙伦健坦,活泼,充满了新时代女性的美丽 而南希传统,安静,守旧 是一个典型的全职妈妈 最主要的是,沙伦和鲍伯一样 喜欢骑摩托车,徒步旅行等户外活动 不像南希,对户外活动基本没有兴趣 鲍伯很快对沙伦展开了热烈的攻势 不久,部门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 鲍伯和年轻漂亮的沙伦有染 鲍伯也没有藏着掖着 在某种程度上,他更希望妻子能早点知道他出轨 1978年1月,和妻子再一次争吵后 鲍伯搬出了房子和情人沙伦同居 不过这里不得不说的是 沙伦虽然有着浪漫的天性和独特的品味 可他的脾气也非常暴躁 在任何争论中都绝不退让 同年11月份,也许是厌烦了和沙伦的争吵 也许是怀念起平静的家庭生活 鲍伯搬回了家,试着和妻子南希和解 南希也原谅了鲍伯 他写信给表姐 说他打算和鲍伯一起去骑摩托车旅行 此外,为了让鲍伯开心 南希还同意了去附近的洛基山脉背包旅行 尽管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好 右手还患有关节炎 但为了家庭和睦 南希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然而,圣诞节刚过 鲍伯又开始不耐烦了 他厌倦了儿子和女儿的嘈杂和混乱 当然,儿子和女儿对于出轨 且离家将近一年的父亲也全无尊重 鲍伯思虑再三,终于明白 相比害羞无趣的妻子 他心里更想要充满活力的沙伦 但问题在于 沙伦根本就不喜欢小孩 尤其是来自于男友前一段婚姻中的 十几岁的孩子 他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 我绝不是一个会被孩子绑住的人 除此之外,鲍伯也不希望离婚 毕竟,如果拿不到抚养权 就得付出大量的抚养费 他不想掏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完美的计划逐渐在鲍伯心中成行 他决定除掉他的家庭成员 让婚姻彻底落下帷幕 再和情人沙伦重新开始 1978年12月28日 鲍伯的两个儿女约了一些朋友 在家里筹划新年前夜的派对 晚上10点左右 就在客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鲍伯突然对家人发难 和妻子儿子在厨房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痛骂儿子,怒吼妻子 女儿只能尴尬地把客人推出门外 和他们道别 客人离开后 鲍伯计划的一部分也完成了 他匆匆终止了争吵 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上床睡觉 留下妻子在厨房里默默地流泪 1978年12月30日早晨 鲍伯开始实施计划中最关键的一部分 他走进地下室 把一封提前打印好的遗言信放在了妻子南希常用的打字机里 信的底部有一个手写签名 那是前段时间 鲍伯哄骗南希在纸上签下的 随后鲍伯漫不经心地上楼 告诉南希说 他在地下室里给他准备了惊喜 南希很开心 以为是一份迟到的圣诞礼物 他按照鲍伯的要求闭上眼镜 慢慢地移动脚步 坐在地下室 放有打字机的桌子旁边 没想到 鲍伯却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对准了南希的前额 当南希微笑着期待着他的惊喜时 鲍伯扣动了扳机 给了他一份最残忍的礼物 但是 血腥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要解决的 是鲍伯血浓于水的儿女 两个孩子喜欢晚睡晚起 鲍伯静止走到女儿的房间 看到女儿还在熟睡着 对地下室的惨案一无所知 鲍伯瞄准了女儿的心脏 扣动扳机 随后他转身前往儿子的房间 他的脚步很慢 生怕吵醒身材高大的儿子 当他走进儿子的床边 举起手枪时 他忽然犹豫了 多年来 即使他和儿子争吵不休 但不得不承认 他内心里 依旧为这个儿子的每次成长而骄傲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 第一发子弹射偏了 子弹穿过了儿子的胸口 但并不致命 儿子被枪声和疼痛惊醒 他抬头盯着父亲 眼神里充满了震惊 鲍伯没敢继续开火 他下意识地抓住枕头 用力地压在儿子的脸上 儿子身材高大 可惜受了枪伤 根本不是鲍伯的对手 一段时间后 儿子的挣扎停止了 一切都结束了 鲍伯回到地下室 将手枪扔在妻子的身体旁边 试图将现场伪造成 一个母亲击毙两个孩子后 在自杀的假象 接着他离开家 去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上午十点半 兄妹俩的朋友拿来电话 没有人应答 由于知道这两兄妹 周末骑得很晚 朋友决定去家里叫醒他们 可是 当朋友按响门铃 依旧没有人应门 无奈之下 朋友从院子里捡起几块鹅卵石 砸到女孩的窗户框上 试图用巨大的声响振醒他们 当然 没有任何作用 朋友只好走到地下室 推开窗户 爬了进去 地下室里一片漆黑 他摸索着走到楼梯旁边 压根没有注意到南西冰冷的遗体 朋友顺着楼梯走到二楼 推开鲍博女儿的卧室门 开玩笑地朝他扔帽子和手套 想把他叫醒 然而女孩纹丝不动 朋友大步上前 这才看到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他惊慌失措地 跑到鲍博儿子的卧室 迎接他的是更可怕的场景 几分钟后 警方抵达 封锁现场开始调查 下午4点45分 鲍博才回到了被警用交代围绕的庭院 他整理了下衣服 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 鲍博悲伤地告诉警方 他们的婚姻早就出现了问题 但是他正在努力地缓和关系 今天一大早 他们又吵架了 妻子怒吼着让他离开家 他只能穿衣服出门 在购物中心大发时间 差不多逛了一两个小时后 他从后院进入车库 开着车子去了另一个购物中心的影院 看了一部动画片 电影结束后 他开车回家 才发现家里出事了 鲍博的故事半真半假 颇有说服力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鲍博接受了枪击残留物测试 巧合的是 负责测试的技术人员 是鲍博的好朋友 他在鲍博的手背上 发现了微量的残留物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警察 而是私下里联系鲍博 替鲍博隐瞒了此事 1979年1月3日 案发现场处理完毕 警方证实了大多数人一开始的猜想 确认自杀遗书出自南希的手笔 他们签发了死亡证明 裁定南希被自杀 两个孩子被他杀 在警方看来 南希因为和丈夫吵架 对生活丧失希望 先枪杀了两个孩子 然后自杀 但是没多久 新的疑点出现了 警方没有从南希的手上 采集到足够的枪击残留物 说明南希很可能并没有开枪 而且 现场遗留的打字机上 有明显的擦拭痕迹 就好像有人故意擦除了指纹 此外 鲍勃第二次在警方面前发表的声明 和他案发当日的说法 有很多不同 鲍勃在1979年2月28日 接受了策谎 仪器开启的一瞬间 鲍勃就开始控制呼吸 他对所有的问题都过度紧张 即便是最简单的 问他住在哪里 鲍勃的状态导致测试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负责策谎的工作人员 也无法判断 鲍勃是在说实话还是在撒谎 警方后来在报告中写道 他的举动似乎是自然的 但无法排除是在故意隐瞒谎言 尽管许多人 特别是南希的家人 怀疑鲍勃有问题 因为他们实在想不通 一向生爱孩子的南希 怎么会突然枪杀孩子并自杀呢 但时间和环境都对鲍勃十分有利 当局一直没有拿到新证据 凑谎一测试 包括枪击残留测试也没有结果 鲍勃最终被无罪开示 几天后 鲍勃和情人沙伦一起搬回了妻儿丧生的房子 他们整理了王妻遗留下的所有东西 摆在车道上 搞了一次请愿甩卖 似乎这样一来 死去的家人就可以像脱落的旧蛇皮一样 被丢弃掉 鲍勃很快和沙伦注册结婚 46岁的他依旧充满活力 兴奋地和沙伦准备徒步旅行 从1980年开始 他们多次徒步进入荒野中的峡谷 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是没有人知道 当他们遇到陡峭危险的悬崖时 鲍勃都将其铭记于心 以备将来之用 他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 试想 一个连跌倒都会坠亡的地方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谋杀地点 1986年 鲍勃拜访了92岁的养父 随后没几天 养父摔了一跤 很快就去世了 尽管无法证明鲍勃的来访 和养父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老人去世后 鲍勃从遗产中拿到了一大笔钱 1987年 第二段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一开始 鲍勃认为沙伦是他的灵魂伴侣 是他最合适的徒步旅行伙伴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的摩擦越来越多 而且 当地的社区里也开始流传 关于沙伦在鲍勃前妻去世后 迅速搬进房子和他结婚的言论 显然 这样的行为和当地传统的价值观不符 即使沙伦自诩为新时代女性 也难以承受邻居们的指指点点 她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显现出典型的躁愈症症状 鲍勃越发厌倦沙伦 他认为 像沙伦这样暴躁易怒的女人 根本就不指得她犯下谋杀罪 1987年12月 沙伦突然惊慌的给心理治疗师打电话 云无伦次的说 他很害怕鲍勃 他觉得鲍勃有可能伤害她 警察闻讯找到了躲在商店储藏室的沙伦 他的脖子上缠着一个袋子 尖叫着让警察离他远一点 还多次试图踢警察的屁股 当他被警察制服 放进救护车里进行治疗时 沙伦扯着嗓子 再次喊道 我的丈夫想要杀了我 1988年6月 鲍勃和沙伦离婚 鲍勃每月需要支付400美元的抚养费 几个月后 鲍勃在当地的单身报纸上 登了一则恋爱广告 这条广告很快吸引了一名叫唐娜的女性 唐娜和前夫离婚15年 是5个成年子女的母亲 也是当地一家公司的会计 她和鲍勃的第一次见面很顺利 鲍勃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很喜欢她 她和我的爱好相似 让我想起了和沙伦曾经的生活 在鲍勃看来 唐娜是一个潜在的徒步旅行伴侣 但不幸的是 鲍勃压根没有意识到 唐娜的所谓爱好 完全是为了讨好她而装出来的 事实上 唐娜害怕在大峡谷徒步旅行 她有恐高症 在高处容易出现炫瘀 可她知道鲍勃有多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她不得不隐瞒了此事 1990年8月 鲍勃和唐娜在科罗拉多州结婚 鲍勃随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搬进了唐娜家 买了一辆跑车 带着唐娜四处游玩 鲍勃很喜欢维他命适从唐娜 因为这样一来 她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事情 1991年9月 鲍勃卖掉了唐娜的房子 计划重新买一套公寓 购房之前 鲍勃曾试图让唐娜签署协议 放弃新公寓的所属份额 不过最终失败 房子的证明写上了他们两人的姓名 但不久之后 唐娜写了一份遗嘱 声明如果她在鲍勃之前就死了 那么鲍勃将继承她的所有遗产 包括她所拥有的房子份额 他们的新公寓 买在科罗拉多州的都兰哥 邻居们很喜欢鲍勃夫妻俩 他们后来告诉警察 称鲍勃是个不错的人 健谈友好 在当地的电台做音乐节目主持人 喜欢去大峡谷徒步旅行 邻居们对唐娜也赞不绝口 认为她是一个害羞善良的女士 身体敏捷 看起来很有运动天赋 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 夫妻俩在当地的社交也逐渐扩大 鲍勃有时候会和邻居说起她曾经的故事 比如第一任妻子南希和两个孩子的悲剧 不过整个故事都围绕着 南希是如何谋杀孩子又自杀的 一段时间后 当鲍勃和另一位邻居说起这个故事时 又变成了女儿吸毒过量 儿子车祸丧生 妻子因为孩子的离去而悲伤自杀 后来她又编造了另一个版本 称使儿子杀害了她的女儿和妻子 然后自杀 鲍勃长相老实 哪怕她说了一个又一个谎言 却根本没有人看出来 邻居们甚至一致认为 她是一个可怜但风趣幽默的绅士 几个月后 当鲍勃再次背起行囊 打算和唐娜踏上冒险的旅程时 唐娜表现出了奇怪的恐慌 鲍勃终于发现 唐娜一点都不像她一样 喜欢在大峡谷里行走 她害怕峡谷里又滑又抖的小路 也没有足够的平衡感 鲍勃简直气坏了 她认为都怪唐娜 影响了她本来制定的徒步旅行计划 雪上加霜的是 唐娜邀请鲍勃和她一起去滑雪 担心如果膝盖或者脚踝受伤 会毁了她的徒步旅行 而且 她无法接受唐娜对大峡谷的恐惧 在Bob看来 当唐娜表现出对徒步旅行缺乏热情时 他们的婚姻就已经结束了 1992年秋天 唐娜辞去了会计工作 独自去夏威夷参加为期六周的 高级有氧运动训练课程 她获得了证书 成为了一名健美操教练 计划在杜兰哥体育俱乐部全职工作 俱乐部的工作成为了唐娜世界的一部分 但鲍勃不喜欢 1993年春天 鲍勃越发的焦躁不安 她厌烦妻子 讨厌工作 害怕变老 如今她已经60岁了 进入人生的新十年中 她渴望做更多的事情 但妻子唐娜 就像是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 让她拖进了无趣的生活泥潭 1993年4月 鲍勃的老毛病又犯了 就像1978年一样 她脑海中浮现出模糊而残忍的计划 回想起当初犯下的谋杀案 她鲍勃愚怒了所有人 被警方无罪释放 那么现在 她依旧可以再愚弄他们一次 鲍勃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能力 她哄骗唐娜和她一起在复活节假期 去大峡谷背包旅行 唐娜无法拒绝 因为她深爱鲍勃 而鲍勃的想法又是如此的坚定 临行前 唐娜给好友打了电话 她没有提到她害怕鲍勃 但她确实表达了对大峡谷的恐惧 4月9日 鲍勃和唐娜沿着狭窄的小径 走上了陡峭无人的山崖 一路上 鲍勃在心中默默地记下妻子 和其他旅行同伴相比之下的缺点 没走几步 她对妻子的厌恶就多上了几分 她确信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共同点了 结婚时 她梦中的女人已经消失了 4月11日 旅行的第三天 鲍勃很早就醒了 她看着帐篷中熟悉的唐娜 下定了谋杀的决心 如果说鲍勃从第二任妻子 沙伦的婚姻中 吸取到了什么教训的话 那就是 临婚很费钱 鲍勃不想再支付高昂的抚养费 不如直接了断他们 以绝后患 早上8点30分 两人继续沿着狭窄的弯道向上走 鲍勃引着唐娜来到谋杀的灵想场地 这里的悬崖很高 十分陡峭 任何人只要失足掉下去 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鲍勃环顾四周 确保没有人 接着 他想站在悬崖边的唐娜伸出手 用力把她推了下去 在那一瞬间 唐娜最大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鲍勃的力气很大 差点连自己一起摔下去 他气喘吁吁地稳住身体 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鲍勃后来告诉警方 在那一刻 他仿佛感觉到灵魂飘在远方看着自己 他就像一部戏剧或者电影中的演员 身处高耸的云端 镜头慢慢地扩大 越来越远 留他一人站在无边无际之中 几分钟后 鲍勃找到了一条通往唐娜身体的路线 虽然很危险 但他必须下去 以确保唐娜真的死了 如果有必要 他会像对儿子那样捂住他的口臂 直到他停止呼吸 不过他不需要担心 唐娜已经当场去世 出于某种原因 鲍勃清洗了他血迹斑斑的脸 并用一张红色的手帕盖住 接着 鲍勃在他遗体上 披了一张蓝色的防水布 把他的背包扔到了岩石后面 开始思索编造故事 等别的背包客路过时 鲍勃喘着气哭了起来 说他妻子不幸掉下悬崖去世了 他悲伤地讲述了妻子遇害的经历 然后在最后留下了几个背包客的号码 询问他们愿不愿意 过几个月一起去徒步旅行 鲍勃谋杀第三任妻子 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开始控制不住地寻找 能够陪他徒步的伙伴了 中午12点左右 正在工作的护理员看到了鲍勃 鲍勃平静地讲述了妻子遇害的事情 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情绪 随后按照公务员管理局的要求 鲍勃填写了一份关于意外事件的报告 20分钟后 警方赶到现场 开始询问鲍勃关于唐纳摔下悬崖的事情 鲍勃表示 唐纳不太喜欢徒步旅行 当天早上状态也很不好 浑身发抖 头晕目眩 所以他们就多休息了一会儿才出发 半路上他把相机安装在一块岩石上 准备拍一张旅行的照片 但没想到他刚转过身 就听到妻子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他慌忙的摸索下去 发现妻子已经没有了脉搏 他悲伤不已 只能给妻子擦了擦脸 将他的遗体盖住 同一天下午2点40分 医生对唐纳进行了尸检 尸检报告末尾写道 死因为意外 由于现场没有发现其他证据 而且大峡谷周围常有人因意外坠崖而殒命 警方很快结案 鲍勃又一次安全了 回到家后 鲍勃迅速的将唐纳火化 将骨灰随意的咬进了一个廉价的塑料瓶子里 然后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葬礼 唐纳的前夫参加了葬礼 他后来告诉警方 称鲍勃似乎一点都不难过 整个葬礼过程 鲍勃就像参加表演的明星一样 高调的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之后的几年中 鲍勃还接受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 在里面大谈特谈 探索大峡谷的危险 在讲述某次冒险时 差点失足掉下悬崖时 鲍勃变得非常兴奋 滔滔不绝 任何仔细观察的人都能看出来 他对妻子的死一点都不关心 在谈到妻子时 语气冷淡 他真正担心的是他的死里逃生 毕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只有他自己 1994年7月 鲍勃让第二任妻子沙伦 搬回了他在杜兰戈的家中 事实上鲍勃虽然和沙伦离婚 但两人一直私下里偷偷联系 藕断丝连 不过鲍勃的目的并不是要和沙伦重修旧好 他只是想试着亲近沙伦 让他放松警惕 喝下他为他备好的毒药 1994年10月2日 沙伦因服药过量去世 鲍勃再也不用每个月支付400美元的抚养费 此外 根据离婚协议 他还将得到沙伦遗产中价值2万美元的财物 警方并没有重视这起案件 因为鲍勃告诉他们 说沙伦最近正在服用某种药物 该药物不能和酒精或者乳制品一起服用 而沙伦最近因为最好的朋友去世 天天引泪洗面 也许是悲伤过度 再加上沙伦一直有抑郁的问题 于是那天 沙伦发短信给他 说他想要自杀 他喝了很多酒和牛奶 让药物反应毒死了他 随后 警方在Bob的手机上 找到了沙伦宣声自杀的短信 以及其他能够佐证Bob证词的证物 该案最后被定性为自杀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鲍勃甚至都没有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 就轻松的逃过了惩罚 他再次为愚弄了所有人而感到得意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傻瓜 鲍勃第三任妻子唐娜的儿子冷静下来 开始思考关于母亲去世后 寄付鲍勃的奇怪行为 以及鲍勃其他两任妻子去世的消息 他起了疑心 打电话给检察官 说他认为母亲唐娜的死 可能并不是一场意外 试想 鲍勃的三任妻子先后去世 怎么可能都是意外事故呢 虽然唐娜儿子清楚大甲骨的危险 也清楚唐娜有眩晕症 但如果鲍勃不带着唐娜走上那条特定的小路 唐娜根本不可能犯险出事 换句话说 唐娜的意外很可能是人为的谋杀 1995年8月8日 警方突然拜访了鲍勃 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测谎 以澄清人们对唐娜之死的怀疑 鲍勃的反应异常剧烈 他差不多算是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脸上露出近乎狂野的神情 上起不接下气的自语 非要这么做吗 几天后 鲍勃拒绝了测谎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调查 他们奔赴鲍勃三任妻子遇害的所在管辖警区 重头展开调查 首先是鲍勃第一任妻子南希和两个孩子的案件 警方发现 线上照片显示 南希额头的子弹痕迹是斜下状 说明枪口并非直接指向前额 而是从高处瞄准开枪 超出了大多数开枪自杀的正常范围 此外 女性通常不会朝头部开枪 因为她们大多数人都不想在死亡时毁掉脸 警方接着拜访了当初给鲍勃做枪击残留测试的实验员 实验员承认曾在鲍勃的手背上发现了残留物 但她和鲍勃的关系很好 也不相信鲍勃会犯下谋杀 于是她隐瞒了此事 却说鲍勃接受测谎 争名清白 但鲍勃太紧张了 这时测试根本没有办法继续 接下来便是关于唐纳氏族坠崖的案子 大峡谷的工作人员指出 唐纳的死亡看似以外 实际上却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比如 唐纳坠落的地方很不寻常 那里虽然陡峭 其他地方都要小 不过 如果将那里看作成提前选好的谋杀地点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位置平时鲜少有人路过 尤其是早晨时分 此外 那里的视野很好 可以查看附近是否有人路过 还可以往下看 以观察唐纳坠落后的状况 万一唐纳侥幸活着 鲍勃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小鹿走下去去补刀 确保谋杀成功 最后便是沙伦的服药自杀 从他入院到死亡 鲍勃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是不是也在找机会 确保谋杀进展顺利呢 1999年初 警方追踪了鲍勃的财务记录 发现鲍勃从每个妻子的死亡中 都得到了许多好处 同年5月份 警方对鲍勃展开了严密的监视 并派出调查组 收集鲍勃朋友或者邻居的重词 此时鲍勃已经和第四任妻子结婚 他很可能再次犯下谋杀 但警方的调查进行到一半时 鲍勃就被诊断出肺癌晚期和脑损伤 预期寿命只有几个月 鉴于鲍勃的身体状况 警方只能直接上门拜访 希望他能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中 坦白认罪 2000年9月15日 面对警方的尽头 鲍勃开始讲述 1978年以来所有案件的真相 他承认谋杀了第一任妻子南希和两个孩子 以及第三任妻子唐纳 当他否认谋杀了沙伦 他坚称 沙伦就像他最早像警方所说的那样 服药自杀了 当被警方问道 为何不选择离婚时 鲍勃强调 这可比离婚容易 鲍勃显得非常自信 他告诉警方 我知道你们没有证据 否则你们几年前就逮捕我了 但是基于癌症 我愿意帮助你们证明那些 本无法证明的事情 因为我是个好人 是的 这个名称我当之无愧 2000年12月27日 鲍勃签署了认罪协议 结束了长达22年的谎言 他被判一级谋杀罪 终身监警 2001年8月5日 也就是宣判后不到8个月 68岁的鲍勃因病情恶化去世 其实回收此案 我们不禁猜测 如果鲍勃从未见过沙伦 他还会不会成为一个冷血杀手 还是说 他一直就是一个杀手 只是在等待契机出现 此外 沙伦到底是怎么死的 鲍勃的养父 为何在遇见他之后突然离世 这些真相 恐怕也只有鲍勃自己清楚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过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评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